完顏山路上玻璃市騎車 左拐右彎 仔細尋找一名 在山裡走失的男童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一個小朋友穿 知道我長這個樣子 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沒看到 都沒下來 沒看到 應該還在上面 怎麼了嗎 走失了 走失了 給他 上面 上面 年輕員警騎車搜紗還不夠 假日出動7人用走的 從山腳徒步走上成天蟬寺 至少30到40分鐘 爬山爬得氣喘吁吁 玻璃市也不含苦 因為男童的媽媽好心急 哭著報案 尋求協助 伯爺 抱歉 跟他接問一下 你一兩天中親前 有看到一個小孩 差不多11歲 10頭歲那裡 自己在走而已 對 還有英雄 很多人走這樣 記不出那麼多 這名男童和媽媽 從桃園中壢來爬山 爬到一半腿酸了 耍任性不想走了 跑下山 媽媽一個回頭 孩子不見了 以後不要亂跑了好不好 你媽媽一邊哭 一邊在山上跑了五六次 又找你 找了將近兩個多小時 總算找到男童 我走下來 我又走回去 又爬山上次 然後我們就找到這一次 你要跟媽媽說什麼 他應該是想要做自己辦公室 對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很早急 又很氣 又想哭 感謝警察他們 真的很辛苦 他們也是開車騎車 整個山就找片 非常的累 然後我們也是 就一個念頭 就是一定要幫他找到小朋友 爬山很累 但找到男童一切辛苦都值得 臨走前玻璃市再度跟男童說 要聽媽媽的話 別再到處怕怕燥 記者楊中盛季冠宏邵 幸不說的喔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